您怎麼看說郭台銘的最新的一篇文 他用這個三國演藝的離間記 來諷刺這個跟黃建廷之間的這樣子的一個正常 其實我覺得黃建廷秘書長 他這個時間點再去講什麼 Plan A Plan B 這個我覺得真的是有點奇怪 這個時機點有點奇怪 那畢竟第一個 郭台銘先生他並沒有要宣布參選 還沒有 那第二個就是 郭台銘先生他這邊文章 其實他也講了一個就是 在野的整合 或者說在野的團結才是現在最重要的事情 那他也強調他是關心中華民國跟國民黨的未來 我覺得 當然如果今天國民黨是要把郭台銘往外推的話 那我想郭台銘先生可能這篇文章就在警告 國民黨如果你對我不仁 就不要怪我對你不義 可能會有這樣的一個意味 那所以我會呼 我會覺得說 國民黨跟郭台銘先生原本 比如說在五月中旬以前 都還是彼此是有這樣的 比如說有個徵召活動的一個默契 那為什麼到現在會變成 好像是這個最遙遠的距離一樣 那我想這個是當時 就是說黨內的高層們 是不是應該要思考到底是哪邊出了問題 我會不會就這樣做 我們會不會被人家說 我會不會隨意 然後我會不會隨意 我會不會隨意 讓你來參加 你進一步 來這邊 我們會在八月 anne 你 到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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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當然我所聽到的也是來自於一個中南部的 這些地方藥角們所做的動作 那所傳出來的傳聞 有一說說在中常會要提出來 那有一說拳帶會是要提出來 那也有說拳帶會讓他提名 等到拳帶會結束之後 幾個月之後再來做一個非綠大聯盟的PK 這也是另外一種說法 但的確是郭台銘這裡的動作 來自於很多地方的勸進是事實 而且他的這個想要組織的這個人數 還不只是中南部而已 連在北部我都聽到了一些在動員的聲音 那他個人這個動作這麼大 包括了連續陸續的貼文跟發表看法 跟接下來的見面會看起來勢在必得 獨立參選是勢在必行 那當然會影響藍軍的選情 就像賴清德躺著選囉 那連民眾黨的蔡壁如都說 基本上他有誠信的問題 連民眾黨都有疑慮 基本上接下來是不是他獨立參選之後 接下來下一個階段會是另外一種可能的合作 跟其他的候選人 這個不得而知 但的確如果獨立參選的話 細卡都對於整個選情來講 是真的對於在業黨非常的不利啊 黃建廷其實有講到說郭台銘曾經跟他說過 他是願意當立法院長 就是這個Plan B 那你現在郭台銘又說就是 其實過去沒有這樣講 那到底誰講的是真的 黨中要這樣幫忙拆彈 真的是對侯儀加分嗎 我相信這絕對是一個負分啊 怎麼可能是加分呢 如果說真的希望把郭台銘友善的招回來 讓他可以化解之前的恨就是不爽 應該是想盡辦法釋出善意嗎 那你這個時候來講一個 對方並沒有同意的一個提議的話 只是讓對方更憤怒 更必須要出走跟你對槓嘛 那只是讓情緒跟激化 這絕對是不利於接下來 想要跟郭台銘先生的整合 那我相信黃建廷 我曾經聽這個郭台銘的幕僚說 本來黃建廷是他最相信最相信的人 畢竟是曾經要搭檔參選 所以他對於中間過程 爭招過程為什麼會這麼的 全面的在配合 都是因為他相信黃建廷 不會愛他 那想不到最後一刻他覺得 怎麼跟他所想像的不一樣 所以我相信這兩個人 雙方的這個認知落差 至少在語意上的溝通 是真的有完全不一樣的結論 那以至於走到了這樣子 很不利的 然後讓整個選情 膠著的這一步 我想黨中央現在 只能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想辦法私下再去做 這些緩和的動作 把他的仇恨值降低 已經不是在計畫他 讓他更仇恨變成一隻憤怒鳥 那還要達到什麼時候 那你覺得如果韓粉歸對的話 可以抿平這個換猴的傳聞嗎 當然這個不是我們每一個人 我們任何單一的個人 可以去決定的事情啦 我相信這個是求在猴 猴市長身上 那他勢必也會做他的努力 就是只要整合韓國瑜跟郭台銘 他就可以抿平這些 就是全代會之前的危機嗎 我相信全代會之前的危機 他想要提的提案 是包括了兩個部分 一個說是517真相調查委員會 希望把徵召的過程的真相 沒有公佈出來的部分 黑箱作業的部分給弄清楚 然後第二個部分 當然才是說 是不是在於徵召的候選人的部分 本身是不是能夠贏這件事情 那我相信這個就必須要看看 整合的可能性存不存在 然後黨中的態度 是不是採開放的態度 還是繼續黨籍處分 只要有不同的聲音就來處分 那只會讓整個反彈的聲音更大 讓選情更不利 你自己看現在 國民黨是分裂的狀態嗎 你覺得團結嗎 這個大家答案都知道 都在心裡 好 謝謝喔 謝謝 謝謝